像不像虎鹤 牛油的巨香 新疆人的冬天哪有比这个风干肉更过瘾的事情呢 刚吃过的风干肉 哇塞 看一看这个肥劲 你做的就是一大锅 这整个是功夫扫子面 阿达什么 新疆人的冬天哪能少得到一栋风干肉呢 乌鲁木齐葛家购风干肉扫子面了解一下 走着 哦好门口直接满满了风干肉啊 就这场面就知道新疆人多好这一口了吧 哎呀牛头摆的呢啊 老板肉啊 就是风干肉 我刚出锅啊 刚出锅啊 刚出锅 这个看着就热乎 哇全S牛排 冬天啊哪有比这一锅肉更能治愈的呢 漂亮 哇 沾这锅边啊闻着这个味道就很香了 老板 那这风干肉咋卖的 风干肉熟成158亿公斤 牛排可以挑是吧 可以 那就一公斤风干肉 主食配啥 主食配哨子面 我们的风干肉哨子面 我们的哨子面的汤 使用的风干肉汤 也不得了 那就一公斤风干肉 两份哨子面 两份哨子面 对 好 我们那个肉我们上整块的 我们自己去啊 我们自己去啊 自己去 整块的这些过瘾啊 行行行 那你给你上整块的啊 对 刚吃过的风干肉 热气腾腾腾腾 小店里面主打一个热乎 全都是吃风干肉跟哨子面的 现懒的哨子 你做就是一大锅 这整个是公司哨子面呀 那风干肉好了 好 谢谢 大块的肉啊 看着就得 两个哨子面 风干肉汤的哨子面是吧 啊 谢谢 直接上手啊 牛肉先吃肉 风干牛排 就是这块牛排 就问你们馋不馋 哇塞 看一看这个肥劲 风干肉的饮食感呀 哇塞 直接上嘴 哈哈哈 风干肉肉质特别紧实 特别有嚼劲 之前腌过以后再这么一煮啊 真的超级入味 嗯 哦 新疆的冬天哪有比这个风干肉更过瘾的事情呢 看一看这块油像不像火鹤 哦 哦 嗯 油油的巨香 紫色的水果 我打一个解腻 风干肉配上这份手工哨子面 哇 哇 手工哨子面的灵魂呀 大蒜的面越吃越有 还得是牛排 一口中一口面嘛 来点汤 风干肉的汤煮面啊 这么巨像 嗯 风干肉是越嚼越香 真儿八经的过瘾 结果肉吃的就是香 这才是重头戏啊 牛棒骨髓 哇 真的是香道骨髓啊 哇 太满足了 哇 哇 这个汤飞飞的 但是一点都不腻 就要说实话 这肉革命啊 吃了个满足 它攐好 海大蒜是 而且 这 有一天 我 这